還是會稍微遜色他一籌 這條圈往上彈 突然間漏了 而且殺向籃框的頻率非常高 我們看這個球 王少傑在往回追的時候呢 慢了半拍 然後前面堵在那兒的 應該是王子瑞 對 而且這個球實際挺明顯的 輸葛是放林舒豪的對人 對 林舒豪再一次突破 連續兩次都走的是右手側 換防了 王少傑來放林舒豪 全都拉開 正面的忠如突破 那個點本身你就不敢收 然後當周圓西開場就進了一個 我剛剛就是沒有快攻的機會 他們一點都不著急 對 好機會 好球啊 對 這個低位腰位 就是展現出了自己 很強地去得分的欲望呢 而且我覺得是不是有點急躁 他又一個助攻 我看這個球的觀察呀 對 一個孫聰林都是兩成多的射手 對 所以沒有足夠的外線威脅 對 所以沒有足夠的外線威脅 對 所以北京手剛剛那個防守啊 對 所以北京手剛剛那個防守啊 對 所以北京手剛剛那個防守啊 跌住 再往里積地也改 很舒服 沒機會 但是第二點還在一直在觀察 對 我們看 沒機會呢 就是根是不根啊 還是頂在上面呢 那手剛剛已經連續丟了 五個三分球突射了吧 沒有了 對手拿分 轉換 怎麼吹 打北京手剛剛可能各支球隊都會有 這杯吹犯規之後的支出語言啊 嗯 我說呢 如果他的狀況不是很好的話 嗯 那你就不如不躺了 對 啊 就是這一場呢 也就這樣 您稍近了 因為讓 這個 試驗下去以後呢 我覺得就是讓方守頂一下 陳靖鴻他們也覺得是機會 但起碼你不用說打擊事情 這恐怕就是因為看了一眼之後想多了 這球 給稍微是給誰 沒有停手 由杜持球突破 嗯 李如豪再突 隨後的這些防守啊 就是顯得有一些 呈現屈於奔命的一個態勢 北京手剛剛的調整是 就是讓李如豪不要過早的去持球 先把球給方碩 讓李如豪去打一定程度上 再去緊起來一次 真的是挺困難的 有沒有 而且場上 擺開 而且場上有 有那麼幾位主將呢 體能上已經是 他扔的其實不太順了 哦呦 這會比朱雁錫的好啊 是 朱雁錫真是打了一場有點詭異的比賽 啊 CV多年以來穩定性最好的投手之力 鑿主要把他扔的 二傑貼住李如豪往裡給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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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子瑞往上一鋪都不合适 其實他這半兔不兔的 對防守的改變很 廣州隊的 從817年隊出來 然後直接去了廣州 三十五了 三十五 一抬手就有人 他已經打了40分鐘了 是場上所有隊員裡 登場時間最長的了現在 是 有了機會了 頭一個 第一有三十八 你說創造CB生涯得分新高 面對北控